我們來看到的是 地球人要發展外太空的科技 是不是貼到大鐵板呢 因為這一次 臉書Facebook的公司 他決定說要增加衛星 讓全世界的網路收訊更好 所以臉書花了很多的錢 跟美國最大的公司 這個SpaceX公司 來一起要準備把衛星 打到外太空去 結果沒有想到在昨天 這個火箭跟衛星已經處理好了 才剛剛點火而已 一下子竟然整個大爆炸 爆炸之後 兩億美金整個不見 我們要問 這個SpaceX公司 不是去年已經成功了 把這個火箭推到外太空去 它還可以回收 進行這個生態環保的這個訴求 為什麼這一次 整個運送衛星的過程當中 會一一發生這麼嚴重的失誤 到底原因在哪裡 火箭 衛星 大爆炸 美國佛州的卡納維爾角 军基地在昨天傳出爆炸 根據美國航太總署表示 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當地進行火箭測試時 發生爆炸 當時SpaceX疑似是在進行一個 叫做矽流點火的例行測試 就是在吊裝衛星和整流罩之前 把火箭鑿起點火 確定一切正常 就馬上關掉的測試 這是周六為以色列承載通訊 衛星的火箭發射預作準備 不料發生意外 突發一連串爆炸 炸毀了獵鷹9號無人火箭 由於爆炸威力強大 連數英里外的建築 都因此而搖晃 濃煙直串天際 這個情形除了損失很大之外 應該算是人類要發展 太空時當中一個很大的挫敗 怎麼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爆炸 這個SpaceX公司的這個系統 還有他們的這個機器火箭 不是說良率很高 怎麼打都進成功嗎 沒錯 我們人類探索探空 其實說真的 從以前到現在 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什麼是可歌可泣 就是發射失敗 像大家可能在 我們的成長的過程中 印象最深刻的 當然是毫無疑問 是兩次美國太空桌的失事 挑戰者號跟後來的哥倫比亞號 對 挑戰者號升空72秒鐘 然後爆炸 哥倫比亞號是重返大氣層的時候 整個太空船 太空桌就燒掉 所以其實我們人類 在進行探索太空的時候 它的危險性本身 真的是相當高的 再加上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它今天是什麼時候爆炸 如果你看影片 你會發現 它今天這個SpaceX的9號 它的火箭 它其實已經豎起來了 然後它的裝載 就是這次2億美元 在建伊末斯的這顆人造衛星 就是AMOS 6號的衛星 價值2億美元 然後跟著一起炸掉 但是你看整個 就是它那個點火測試的過程 因為它其實就是我們知道 火箭在發射前 它其實有一系列的測試要完成 因為它預計9月3號要發射 所以就是說你看 它等於是發射前兩天 在進行一系列的系統測試的時候 包括可能火箭要釋燃 而且那種整個火箭 它的整個系統要跑一次 結果你看就發生問題了 你看現在墜入 墜到地面 你看它發 你看它是整個 就是發射前的點火設施發生爆炸 是炸在哪裡 就是炸在它前面的裝載 也就是它那個貨物艙 跟火箭本體之間那個地方 在火箭那個重要的環節 對 那個環節可以說相當重要 因為SpaceX它這個火箭本身 它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前一陣子才看到就是說 SpaceX公司大發新聞稿有沒有 發了一個新聞 它這個火箭在海上 成功地降落在海上 平台上 而且幾乎可以說相當的有驚無險 因為它原本可能是劃定 這樣大一個圓 對 它就降在這個邊邊 再過去一點 砰 就掉到水裡邊去了 而且因為其實整個火箭 在發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火箭的這個本體本身 說真的還滿貴的 因為火箭本身 它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材料 要做一個外殼之外 另外它底下還有火箭的推進器 推進這個火箭發動機 它本身其實是一個高價裝備 所以你看 這之前發射的 《獵鷹9號》這個影片 它底下火箭它發射升空以後 它把它上面要運載的運載體 超過每秒鐘 7公里以後 就可以脫離地球引力軌道了 就進入地球軌道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其實火箭本身 它還預留了一點點燃料 因為通常在這個階段 它火箭就是燃燒完了以後 或者說過去 在過去的時候 它火箭燃燒完 那一段就像一個太空垃圾 掉到地面 然後可能是 就變垃圾 可能就掉到海底火箭 你看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它成功的回收 它那個火箭就是發射以後 它最後還剩下一點點燃料 這個燃料就讓它可以控制到 然後飛到海上平台 然後降落前再點一次火 用一股小的反推力對不對 那個很厲害 對 那個其實 它知道什麼地方要降 什麼速度應該怎麼調整 對 而且甚至於是在 碰到海上平台前幾秒要點火 然後讓它減緩那個衝擊力 按摩把它放回來 對 所以它這個SpaceX 它其實說真的跟我們之前 你也介紹過另外一款 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火箭相比 它這個火箭的這個層級 說真的 技術難度是比較高的 過去你看到美國NASA 發射火箭對不對 就是美國國家航空太空總署 發射火箭 都是運用美國政府的預算 然後他們自己來做火箭發射 或者是運用美國空軍的火箭 你可以看到美國空軍 其實也是美國進行太空衛星 運載體發射的一個重要的部門 像美國空軍有很多間諜衛星 也都不假其他人 然後自己發射 當然你說這個獵鷹9號 既然能夠回收 但它其實也還是有危險性 為什麼 從剛剛這個發射的影片 你就看到它這個發射前 它旁邊你看 都還有很多這個雲霧 感覺像在漏氣對不對 不是 其實它是用液體燃料 這個液體燃料本身 其實相對來講 它本身就比較不穩定 照你這樣說 這次是液體燃料流出來 所以爆炸 當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 推斷它的原因 但是很有可能是在 因為我們知道 它最後還有一節要把運載體 就是運載的貨物艙對不對 推進到太空中 那邊也有一小段的 是有火箭的發動機的引擎 跟燃料箱的 所以它是不是這兩節火箭之間 就是前面我們剛剛講到 推進了火箭 然後跟後面的 就是進入地球軌道的那一段 這個載具的部分 是不是哪些地方出了問題 我相信他們最後 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 因為畢竟這個科技 日後還要用 SpaceX雖然是一家民間的公司 但這個民間的公司 它的發射如果失敗 它也要買保險 保險公司會理賠這2億美元 但是相對的 它下一次 它要在做SpaceX的火箭發射的時候 這個成本 保險費就會大幅提高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次 它上次要打一個什麼東西 其實要講 我剛剛講 AMOS16號這個衛星對不對 這個衛星是誰 是它的重要資助者你知道嗎 就這次 臉書 對 就是馬克蘇克伯臉書 它主要是幹什麼 它把這個衛星打上去以後 這個以色列的衛星 是要用這顆衛星 在沙哈拉沙漠以南 給非洲的地區 你看 就現在 這個綠色的區域 這一整塊 讓它們能夠從太空中上網 這是臉書的太空上網計畫 畢竟當地網路還不夠暢通 對 要提供他們當地的 衛星的通訊的網路系統 然後讓 等於說 因為那個地方你看 它其實有相當多的地方 是屬於通訊不普及的地方 比較落後 對 比較缺乏一些基礎建設 做這種就是網際網路的傳播 所以它需要這樣一個衛星 來協助它 當然這次炸了以後 它其實當然也還是有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在 美國NASA發射中心 卡安維爾角 發生了這個事故 也因此除了2億美金 這顆臉書衛星的燒掉之外 另外其實它後面會 因為你看它中間 它這樣一炸周邊的固體 硬體設施也會有一些損壞 另外你也要做一些殘骸回收 像你看看這種液體火箭 它本身這個燃料 本身其實是還滿毒的 你這個現場也要經過清理 所以會讓後續的發射 大概至少都會延遲半年以上 Pending很久 對 這個延遲半年 其實也跟我們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浮衛 也準備要在這個地方發射升空 我們原本預定的這個騎乘 就是在這半年之內的話 現在這個發射場 發生了這樣的意外狀況 因為你看那個發射架 那個發射火箭的發射架 可能連架子壞掉了 整個都燒掉了對不對 因為它第一 一炸 它的威力很大 已經傷到架子本身的主體了 第二 它這邊一燒 這個架子就算沒燒爛 對不起 下次也不能再用 要重新再弄換新的等等 場地也要整理 不過整體來說 SpaceX它這個概念 就是運用回收火箭的這個概念 其實是為了人類 日後再進入大氣層 不管你是做各種的商業 或軍事用途 它其實本身是要為那個部分 來降低成本的 所以我相信它這個概念本身 是未來還是會持續的 繼續要把它的缺點 跟問題找出來以後 然後繼續做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商業發射 所以你看 因為它這個SpaceX 也是去包美國 美國政府的這個生意 當然說民間的衛星公司 當然要發射火箭 要發射衛星 就一定是要有利潤 有利潤它才能做這樣的事 所以它提出了這樣一個構想 能夠運用回收的火箭 讓它能夠精準的 在這樣的海面上 但是同樣的 這個科技也是有難度的 未來整個結束 調查真正的狀況出來以後 我相信後面 後續的這個衛星發射 還是要繼續的